好 另外我們再來關注 這是新櫃市場 又要多出了一位新兵 可以看到這是 營養保健品大廠大延生醫 我們請教到陳彥 28號他就馬上要登陸新櫃了 不過說他這個董事長 他其實原本是門外漢 他是做交友軟體的 他是怎麼樣去達到 現在可以年收11億 好 這個最新的訊息 是10月28號要登陸新櫃 大延生醫這個最近 應該是曝光度還滿高的 因為很多人好像 應該都有看過他們的廣告 那據我理解他們廣告預算 其實投的量其實非常大 代表他整個營運 因為廣告一定是按營收的比重來做 那他是2018年由母公司 上帆國際成立的 第一名就是魚油 再來是葉黃素 上帆國際 可能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廷號可能就不知道 像我這個年紀就知道 因為當時他們在手機上 網站上面推出所謂叫愛情公寓 不得了 沒有辦法跟愛人住在一起 在網路上就可以 當時掀起一股討論的風潮 所以 但是創辦人 年紀慢慢也大了 上原本是塑膠友燃 去愛情公寓 現在因為他年紀上來以後 大家也知道科技新貴 應該也算科技新貴對不對 他開始在想 他有三高的問題 絕對不是什麼身高高 收入高 學歷高 而是什麼血糖 血脂 血壓 這個問題 他就想說聽說人家說吃Omega 3 裡面有降 這個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 對不對 就Omega 3 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 他們就開始去買賣賣 吃了當然一定沒有效 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效果都沒有很好 他就發現說 不是Omega 3的問題 是含量不足的問題 那怎麼辦 他真的 他就想說 應該有人會做高含量的 對 一般我們吃魚油 一定要去看他的含量 沒錯 結果他在亞馬遜的網站上找到 就吃 他說從美國買回來吃對不對 真的有效果 結果真的有效的時候 要再購買 倒了 這就告訴你 不要真的做到有效 因為人家就不會續購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原因我不知道 這時候他想說 那可不可以自己來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基礎 自己做了以後 當然第一個他的客戶很多 就是當時那些愛情公寓的 都也長大了 他說這就是他們的客戶來源 你有吃保健食品的需求 很有趣 那長從 所以我們講說 你不要欺負我 有一天你也會老 對不對 那包含這個勢力的問題 所以葉黃素也供上來 但在這過程中 一個比較有趣的過程 是他們要找廠商 要找代工等等的 也請教了很多業界 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嗎 要進原料要幹嘛 廠商跟他講 你做這麼好是要幹嘛 你是要害大家沒生意嗎 萬一客戶真的吃好了 誰還跟你買 這個是不是剛才我在呼應 我剛才講可能倒的一個原因 但是因為他們自己吃有效 他們就堅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立場去操作 也就是說他自己敢吃 自己敢用 當然就建立起口碑 這個是他發展的一個過程 當然現在順利要掛牌 也讓我們看到台灣生技產業的 一個發展趨勢 可是這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創辦人自己年紀也大了 他的客戶年紀也大了 然後大家需要的 就是這些條理的產品 所以是不是這種所謂的 飲法生意就是一個趨勢 其實也有部分研究會建議說 其實長者可以吃魚油 來保證身體 那當然因為既然大家年紀就變大 那你要有新人不斷地地補上來 可是我們發現現在叫生不如死 就出生率不如死亡率 所以就讓很多的學校開始退場 2014年到現在已經有 史無所失校退場 很多 那兩校合訂庭辦 招不滿學生 沒有辦法 現在這個 大家都越生越少 甚至不生 宇問庭浩他要不要生 他一定說不要 一定是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慢慢學校招不到學生 這個招生變得很競爭 像如果你在學校 老師不只要教學 還要去外面招生 壓力其實非常的大 可是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解決招生的問題 這麼多所學校 沒有辦法再做下去的話 那這個校園怎麼辦 對 我就在想 我不能解決招生的問題 我來解決校園空置的問題 你可以吧 所以日本他們也面臨 同樣的問題 2002年到2020年 全日本有8580間學校停招 比我們的數字還誇張 最嚴重就在北海道 可以理解對不對 年輕人可能都 都往這個本州走了 那北海道自然慢慢的 858所 那東京都你看 就只有322所 那廢校怎麼辦 轉做他用 其中一個非常知名的例子 就在這一家叫 木下川吳亦弘 為什麼要取那麼長 特別養護老人之家 好 在哪裡 距離晴空達12分鐘 這是很幸福的事 對不對 好 那他就是 那你說他特別去那邊設立 不是 他就是把廢棄的小學 改建為安養中心 改建得非常的成功 你看照護程度達3到5級 所以他是一個終身居所 不是那種短期的安置的過程 那因為過去在日本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大部分是集合式 集合式什麼 就是一個空間 很多人一起在那邊居住 對不對 但他這裡採用的是個別化照護 那成本 成本其實相當高 收費你看 3.68到10.97萬日元 台幣一個月大概要一到三 為什麼他們可以抓那麼便宜 台灣的養護中心都很貴 因為政府負擔九成 民眾自己負擔一成 還有改建的過程中 他就可以利用學校的硬體的結構 我就不用重新去重建 所以建制的成本相對低 你看他有四間三人房 14間雙人房 有104間單人房 可是單人房最大的問題是 我剛才講過去是集體照顧 現在你改成一對一 連洗浴都要一對一 這成本會很高 可是他們做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引進AI ICT 就透過工業電腦的一個輔助 協助降低人力的負擔 這樣就不用擔心 人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大學 大專業校退場 其實也可以參考 看一下我們的節目 我們所做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的方向 可以借進日本的做法 再來對岸中國大陸 其實年輕人真的很難找工作 他們失業率很高 我們要請教陳彥 現在為了要省錢 搭聯航的時候 還要穿這種特別的背心 好 失業率是不是真的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統計局22號 所發布9月年齡組失業率的數據 16到24歲是17.6 其實這個還是相當高 雖然有和緩 8月是18.8 但是還是創下 去年12月以來的次高紀錄 所以代表對年輕人來講 你要 你一出來 你就找到很好的工作 要不然你在這過程中 你就自己要想辦法遵結開支了 那最近因為年輕人其實還是會想要出去走走看看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坐這個很好的很高價的飛機 像我自己也都坐聯航 那坐聯航很麻煩 你就不能拖運行李 對 他行李會有限制 不是不能 要另外收費 對 就是要收費 那我就發現說加了錢以後 好像跟原本不是聯航差不多 那我幹嘛搭聯航 所以其實我也會想說 想辦法把東西都縮減 但是我看到最近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因為他們說聯航有一個規定 只要你能穿在身上 就不算重量 我就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他們就弄了 你看可以裝10斤的馬甲外套 什麼意思 你就把釣魚背心 因為什麼都能塞 手機 行動電源 連筆電 我天啊 平板 乾脆 甚至有人很可愛 我們不是說用一個那個 脖子這個叫什麼 靠枕 對不對 他靠枕裡面 就把所有的衣服全部塞進去 那這樣子連行李都不用拉 好厲害 裡面還可以塞到七套衣服 所以消費降級的過程中 怎麼樣不要增加額外的負擔 那消費降級 因為越來越明顯 實際上我們之前也講過 奢侈品股價的一個下滑 銷售業績的一個下滑 不過這個消息我還是蠻訝異的 因為香奈爾我們知道 這幾年他拚命漲價 對 香奈爾其實過去 在中國的銷售狀況也不錯 不過據說目前 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個極凍 他們也開始大幅度的財源 甚至有部門的財源幅度 高達50% 其實這個還是在反映 就是說整個中國經濟 復蘇的力道不足 那青年的事業能不能救回來 我覺得都還有帶光子